歡迎大家回來政治發言人 可能大家還記得在回歸之前 香港政府的架構就不像現在 有3C12局或者3C11局 在早年的時候 還有殖民地年代香港政府的架構 當然有三個主要的C級官員 包括我們的報政司、財政司、律政司 3C 到現在我們仍然叫做3C 當年很多其他底下沒有分局 A局、B局、C局 由不同的柱組成 其實很大部份的柱 都是現在我們仍然存在的 包括衛生柱、地震柱、屋嶼柱等 當然有些可能是之後新成立 我帶我們回歸之後 開始改變了另一種組織模式 我們設立了所謂的3C制度 以前我們都叫做報政司 來到這個年代當然不是報政司 就是政務司 政務司其實是一個架構名稱 首長叫政務司司長 但實際上底下並沒有一個叫政務司的部門 所以我們屬於政務司司長底下的部門 就叫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基本上政務司和財政司是沒有屬下的 直接under自己的部門 但律政司就不同了 律政司是有一個直接under自己的部門 律政司司長有一個under自己的部門 就是叫律政司 簡單來說 就像警務署處長有一個香港警務署在他之下 他就負責帶領這個工作 其餘的部門都是 其餘的部門以前就直接向這個報政司 或者財政司去負責 但去到我們97之後 已經沒有這個直接向政務司或者財政司負責 他們要向分自己所屬的局的局長負責 局我們從何時開始呢 其實在1997年沒有這個高官問責制的時候 已經有不同的局出現 包括以前的我們叫憲制局 憲制局就是現在的政制局 政制事務局 教育局 我們經常聽過教育局和教育處的分別 羅范招勳事件 之後也會有民康局 廣播管理局 有些人會很奇怪 香港的格局很奇怪 我們雖然說司、局、處 但不是每個處級的部門都叫什麼處 而且處都有兩個寫法 一個是警務署的處 有一個上字在頂上 另一個就是處理的處有一個木字在頂上 然後下一個姐字 還有一些叫局 例如稅務局 實際上有什麼分別呢 有些人會說 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有些稅務局被人帶了冬菇 不做局級而已 實際上就不是的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說 我們先說兩個處的不同 有一個上至頂的處 我們叫處理的處 就是processing 另外一個都是處理 不過是acting的處理 第一個處是處理 processing的處理 通常我們遇到這些處 我們有什麼是會用這些處 例如警務處 消防處 或者是一些叫前線工作 例如食物環境衛生處 我們才會用上至頂的處 另外有些部門例如地政總處 屋宇處等等 我們會用木字頂的那個 木字頂的那個處 有什麼分別在這裡呢 有人可能會說 會不會這個處 是負責 執行性的東西 例如警察 執行治安服務 但這個說法又不對 為什麼呢 難道地政總處不是執行地政上的問題嗎 有些人會說 木字頂的這個處 是會做一些監察的角色 我個人認為有些不對 為什麼呢 難道你毒品調查科 不是負責監察香港毒品的運作嗎 所以實際上兩個處 名字不同 有什麼分別呢 早前找分一些政府的文件 研究一下究竟不同的部門 好像香港的海關不會叫海關柱 入境叫入境處當然 海關不會叫海關柱 有些什麼存在在這裡呢 原來兩個不同的處的分別在於 是不同年代成立的 早年呢 我們回歸之前 很多東西都不會叫什麼處 什麼處的 例如王家香港警察 王家香港警察 不是說一個警察那些 一個警員 是說整個部門叫王家香港警察 例如飛行服務隊 以前叫做香港王家空軍 輔助空軍團 來到現在這個時間 覺得服務隊這個名字 比較適合的 所以就叫做服務隊 有些我們一向成立的 例如地政總處 那些一直都是一個木字頭的處 之後呢 好像是香港逐漸轉型 例如王家香港警察 我們不叫王家香港警察 叫做香港警務處 香港警務處 因為這個轉型 就用了上字頭那個處 作為他們的名字 很多時候我們聽到 人民入境事務處等等 都開始是轉用了這個 上字頭這個處 那麼 實際上在職能上 就真的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但是呢 現今來講呢 其實都真的沒有什麼分別在這裡 那麼 講一下 我們現在回歸之後 有私有局 那麼 董建華年代就有三私十一局 曾蔭權年代就有三私十二局 那麼究竟這些東西 是不是在《基本法》之下寫在這裡 原來是真的 就是《基本法》之下呢 原來寫著 香港的政府部門 需要設立財政司 政務司 和律政司 然後就需要設立不同的局的部門 局和部門 那麼我們有不同的部門的 不同的部門負責實 執行實際的職務 那麼例如有些什麼部門呢 那麼我們很簡單 例如電訊管理局 電訊管理局就會負責執行一些和電訊業務有關的東西 例如廣播事務 廣播事務關於無線頻率上面的東西 例如一些電話流動通訊 電話或者流動通訊的業務 有例如廣播局 有例如廣播局 它就負責廣播事務 是廣播性的東西 負責香港電台等等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當然 顧名思義負責康樂及文化 那麼這裡有一大堆的部門 部門 香港有超過一百個部門 香港政府 當然有些部門不是屬於局之下 例如審計署 申訴專員公署 廉政公署等等 不是屬於這些局之下 除了剛才以上提過一些額外少少的儲之外 大部份的部門都屬於十二局之下 在現在這個架構下 那怎麼去分的呢 為什麼這個部門屬於這個局 好像有人說 為什麼運輸和房屋會在一起 運輸又關乎六百萬人 房屋又關乎六百萬人 七百萬人 那加上千四萬人的市 就在一起 那可能有些比較上 不是關乎那麼多人的 公務員事務局 有幾十萬人 也是一個局 那可能更加有些是 可能比香港市民更加少接觸的 例如教育局 可能得十幾萬人受惠的 即他們的服務對著是十幾萬人的 有一個局 甚至可能選擇一些政制事務局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服務對著可能 就只是政制之下 可能幾千人 或者最多幾萬人 又有一個局 那為什麼這樣成立呢 原來呢 行政長官每一年 即自從官官問責制之後 行政長官 當選了之後 都會考慮分 他自己的實際運作 找回來的不同人手 偏培 去制定究竟需要幾多個局 或者幾多個 幾多個不同的局 其實就是一個大部門 就是一個department head 去負責不同的處 我們在香港不同的局 都有不同的處的數量 例如教育局呢 一個處都沒有 下面呢 就只有一個叫大學資助及審批委員會 當然也都有一些教育部門 但是呢 我們說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之下 有民政事務處 康禄及文化事務處 政府新聞處 等等的部門在之下 要數最多的呢 就不是你以上講的處 要數最多的 原來那個叫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不是 sorry 那個是經濟及商務發展局 經濟商務發展局之下 有多少個處在呢 例如有投資推廣處 有創新科技處 有香港郵政 有天文台 好大部份都和大家息息相關的 當然第二大的可能是紀律部隊 保安局 保安局有警務處 消防處 入境處 海關 懲教處 還有 還有 有不同的紀律部隊在內 但是 怎樣為之一個局 當然 剛才說 行政長官決定了 例如 我這次需要十二個局 自己分配 哪些部門 擺哪個局負責呢 基本上 香港政府所有的事務 都是由分以下這堆部門去負責推行的 可能有人問局和處有什麼分別呢 那些事務不是處長負責而是局長負責呢 好像 最低工資的問題 為何不是勞工處處長作為推銷給議員 而是一個叫勞工及福利局的局長呢 設立局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政策的推行 令到可以在局內之間的政策配合上的問題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且局長是需要為政治任命負上責任 例如好像當年我們見過葉劉淑儀推銷二十三條完全地失敗的時候呢 雖然就說是自己因事辭職 但是明眼人看到之後是引咎辭職的了 那 或者是梁錦松的偷步買車事件 楊永強處理沙士失當等等的問題呢 你可以說高官問責就是存在 但是回顧分這麼多年呢 除了以上的官員是因為以上的過錯而辭職之外呢 基本上都是沒有任何的官員是因為他們做錯事辭職 例如孫明揚最近的僭建問題 又或者你說的 這個這樣的林瑞麟推銷05年推銷政改失敗的時候呢 都沒有人主動引咎辭職也都沒有受任何懲罰 那麼 是不是失敗呢 大家決定吧 原來每一個處 是需要向分自己所屬的局負責的 那麼 例如 一些簡單一點的問題 好像 衛生問題 醫療問題 那麼 香港有這個醫管局 醫管局需要向分這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負責的 那麼 所有醫療問題呢 就會由局長向議員推銷 或者由局長向一些不同的議員去 向市民大眾去介紹他們的政策啊 新方案這樣 那麼 那麼 這個最主要就是局和處的分別 那麼另外 當年推行高官問責制的時候呢 我們講到原來 局和處的分別就是呢 因為公務員 理論上是不應該負上任何政治責任 因為公務員是 處於一個獨立 獨立的地方 他只是負責執行上 而局長或者司長呢 負責是一些政策的 怎樣去 去演繹一些政策啊 去推行 實際上去 去擴散下去不同的部門 負責執行這樣 所以我們會見到其實局和不同的部門 最主要的分別就是 局就是負責齋拖的 就是請局長回來其實都不用怎樣去 有些什麼經驗的 很多時候就是 總之就是告訴你 我只會說 能現善變就可以做局長 我們之前早期都說過 公務員有一些叫做AO 有些政務主任 政務主任我們說的 會三年轉一次崗位 三年轉一次崗位 基本上都三年轉一次 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做得好啊 只是什麼啦 他可以在自己的部門做上 十年八年都不用被人調走的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什麼 羅范昭勳 他自己坐在教育部門上十多年了 最後就是因為一件 教員風波的時候 不知道政府是不是因為這件事 又調走他 但是真的可以坐很多年 但是我們會見到有時候 政務官在政策的推行 或者政策的演說方面 未必有他這方面的經驗 我們會見到 例如負責環保政策的 不一定是環保的專才 負責旅遊政策的 政務主任可能更加未讀過旅遊的 未讀過旅遊的一些相關的資歷 這樣就可以做一些政務官了 那政務官怎麼做呢 記得我之前說過給大家聽 就是只要你會大學畢業 最好當然first on second upper on 一級榮譽或者二甲級榮譽畢業 在香港的大學畢業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申請入址做這個政務官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政務官 就告訴大家 我只需要這樣就可以 決策了香港一切的事務 這樣 講開三司和十二局 記不記得當年曾蔭權 未做這個行政長官之前 就做這個政務司司長 記不記得他做什麼 被人架空了做清潔大隊長 這一件事都笑著這個亞洲政壇 之後還要被這個清潔大隊長 做了我們的行政長官之後 更加就笑著政壇 不過呢 為什麼我們當年會說他被人架空了呢 原來在以前來說 我們說九七回歸之前 所有的部門都是向報政司負責的 報政司就負責了一切的政務上的事 直至九七年之後 政務司司司長的權力 當然你說他在行政長官之下 但他基本上是已經負責所有一切行政上的事務 所以呢 這麼多年來 政務司司長的人工呢 都是高過行政長官的 直至現在 2011年了 政務司司司長的人工呢 仍然是高過行政長官的 可能這個大家真的未必知道的 但是呢 話說在03-04年這幾年期間 以前所有事情都要向政務司司長的回報 負責 在03-04年進行幾個大改革 包括第一個就是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不需要所有主要官員出席 如果那天的討論範疇裏面有包含 例如可能運輸政策 就只需要運輸政策的官員出席 的局長出席 又例如如果那天 跟公務員政策有關的 就是公務員的局長出席 這樣 直至現在都是的 當年的行政會議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另外如果有什麼問題 怎麼辦呢 其實想做到一個局面就是 政務司司長的實權是被削去 政務司司長的實權被削去的時候 可能局長等等就會直接向行政長官回報 例如今次有什麼發生 就已經架空了政務司司長的權力 當然這個權力就一向都沒有什麼了 他架空了權力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跟我們以前97年之前 殖民地時代有丁點兒的不同 殖民地時代 就是港督 楊鬼子來到 實際上都沒有什麼重要性的 他是不是在呢 都沒有什麼重要的 他只是 告訴你 好像現在行政長官那樣 宣佈施政報告出來 只是告訴你 請我這樣這樣這樣想的 實際是否執行到呢 是政務司司長主席的 執不執行也是政務司司長主席的 那03年呢 就被架空了 曾蔭權 做了我們的清潔大隊長 負責了全香港的所有清潔任務 哇很偉大啊 實際上呢 就是叫他 你不要走開啦 也要架空你的權力 那 所有局就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那去到05年之後 清潔大隊長上場做了我們的行政長官呢 他呢 就有少少的分別了 那就是什麼呢 以前呢 所有部門都會向政務司司負責的 那當年呢 還在三支11局的年代呢 曾蔭權就 換了另一個格式就是 分別要向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司長負責的 那直至可能07年之後 實行三支12局 那仍然都是在說那樣東西就是 局要向司負責 司就向行政長官負責 這樣的一種政治模式的推行 那 可以怎樣做呢 例如 即是如果有什麼問題發生 在局之間要協調的時候 好似我們經常說 我們在一些露天地方 即是露天的公眾地方 有浪三的問題 那 那誰負責呢 食環署又說不是他 康民署又說不是他 消防署又說他沒有阻塞消防通道 等等都沒有的 那 以前是局長負責 局長交不了 會報給行政長官聽 行政長官沒有那麼多時間來理你 那 那就局自己搞定 那 現在呢 可能你說是有一些好轉 就是 局向政務司司長負責 政務司司長就要去做一些協調的工作 例如 找不同的部門的頭來開會 討論一下這些 推卸責任的行為 應該是誰去負責任呢 這樣 這樣去想了一些 即是先過淚一陣 那所以政務司司長的這個角色 就是 都幾重要 那財政司司長負責分一些 財政上 或者 實務財政上的一些局 例如發展局 又或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和這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和錢比較大關係的東西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律政司負責什麼 律政司究竟是負責什麼的呢 律政司屬下的部門有幾個 包括有檢控署 法律草議署 法律部門 其實整個律政司 就是香港政府的法律代表 包括有些什麼做呢 草議法律 交給立法會去做一些 我們叫通過 三讀通過 有法律的檢控 例如 你在香港殺了人 那 就會有律政司的檢控部門 去負責檢控你的 那 亦都有一些法律的 一些可能提供法律意見 等等 那這個律政司的工作 就是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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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問 啊 不是啊 平時我偷野警察來抓我 為什麼要有什麼律政署檢控呢 那 原來檢控和 舉證呢 是兩樣東西來的 那 那一個呢 是負責告你 告你 就是 好像原告被告一樣 我告你 那 那警察負責什麼呢 就是負責舉證 就是要負責搜集一些證據 令到律政署可以成功檢控你 那這個就是律政司的工作 那 所以說 我們經常都說 回歸前和回歸後 可能名字又變了 報政司變了 政務司司長了 那 但是呢 實際上他的工作呢 是變了很多的 是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在那 那 那現在的政務司司長 已經再不是一個 最高的權力 的架構 行政長官呢 是可以比起政務司長 有更加大的權力 那 當然啦 在政治架構上面 他才是最大 那 但是向來呢 你看看 香港的 中國 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的權力大些 做了 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的權力大些 那 所有行政上的事情 都是國務院做的 那 香港其實 都有考慮過是這樣的 但是 現在實際上 我們出現了的問題就是 不是這樣 行政長官是 最大的權力核心 所有事情都在他手上處理的 那 但是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 為什麼行政長官的人工 永遠都被政務司司長低的呢 好 那多謝大家 今個禮拜收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